下面来跟大家说一说定时 这个产品的定时 第一步我们一定要确保长按 确保这是我们当地的时间 当地的年月日然后时分 一定要调好上下左右的滑动就行了 保存 然后我们点击 我们第一个这是定时的总开关 是亮的状态 第二个我们点击定时 这里一个加号 我们添加添加我这是四路的 你设置了几路 你这是多少路 比如说我一路我要关机 OK就拉到零 要开到多少是你自己去拉 然后调好之后我们的时间 比如说这个时间段 我想要八点钟六点钟 早上六点钟保存 六点这是分 然后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要实现我们这个全部百分之百的量 那我就都给它拉到百分之百 好点打勾保存就行了 然后第二步我们还要参加另卖的时间段 也是一个添加 然后我想要 比如说我现在是十二点钟 我要亮到百分之都亮到百分之五十 那我就都拉到你自己想要的文 要不就行了 然后点保存就行了 然后如果比如说你现在是晚上 是晚上的八点钟 OK 二十四小时至的八点钟 那我要都要关机 那我就给它打到都达到零 百分之零 然后保存解渴 然后保存了这个是这个通道的是yes yes 都是表示开启的 然后点整体再点一下保存 好 然后返回去 我们可以检验一下 OK了 对吧 那就是我们的定时成功了 这样 那下一个是介绍一下我们的日升日落 点击 那这是表示七点钟开始 六十分钟 这个是表示开启或者关闭 这个功能你需要的时候就开启 不需要的是关闭 七点钟开始 那就到八点钟 七点到八点这个时间段 慢慢的上升 然后这个是日落 就七点 你时间是你自己定的 比如说七点开始 然后六十分钟 这时间你自己设置 慢慢的关机 直到关机为止 然后开启来 保存就行了 好